然后电源线后面有个电源开关 把这个电源开关打开 直接进入到这一个页面 然后按住这一个箭头的方向 进入这个主页的操作页面 这一个 第一个就是小气泡清洁手柄的操作 第二个 第二个这一个就是超声波导入头的操作 这一个就是看到是BIO提升手柄的操作 这一个就是RF视频手柄的操作 这一个就是冰凉手柄的操作 介绍一下这一个小气泡操作手柄怎么操作的 这一个相对应 先点相对应的图标 第一个小气泡手柄相应的图标 然后点这个开始暂停键 这一块就是管时间 试定是30分钟 根据不同的情况 可以随意加减 然后这个就是调节能量的大小 就是说吸力的大小 吸力的大小 然后这一个就是调 调水流量的大小 向右拧的话 流量 水流量小 向左拧的话 流量是大的 操作的时候再 水流量的大小 根据客人的情况来试定 好 这样的话就按这个绿色的箭头返回键 进入到这一块页面 进入到第二个 超声波导入 超声波导入手柄的操作 也是点相对应的 点了相对应的图标 然后点开始键 这一块是用于时间的调节 这个就是能量的调节 根据客人所能够承受 那个强度来进行调节 如果要暂停的话 就按下这一个暂停键 开始的话就按这一个 有时间跳动 才说明这一个手柄在工作 操作完这个手柄就按绿色的 返回键 这个就是这个BIO提升手柄的操作 这个手柄操作的话 进入到这个页面之后 点BIO相对应的手柄的图标 进入到这一块页面 点开始键 进行时间的调节 能量的调节 大小的调节 根据客人不同的情况进行调节 然后有时间的跳动 这个手柄进入工作的状态 要暂停的话 就按这个暂停键 开始键 操作完毕之后 按这个绿色的键头 返回 IF的操作和之前三个手柄的操作页面都是一样 就是这一块 碳就是用于时间的调节 这一块就用于能量的调节 能量的调节根据客人不同的情况来设定 然后这一个冰铃手柄也是 点箱对应的图标 进入到操作页面 这一块用于时间的调节 这一块用于能量的调节 根据客人不同的情况来设定 操作完毕返回